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买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rk系列之Spark号,我是主讲人志哥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学习的字典呢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为什么要学习Spark,Spark和MapReduce的对比,Spark框架体系和Spark下载 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我们千锋大数据学习营的QQ群 这篇里边呢有老师为大家讲解和平时有海量视频分享给大家 那么OK,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学习 那么OK,我们来说一下MapReduce和Spark的一个流程对比 那首先呢在这里我们来先画一下MapReduce和Spark的一个流程图 那首先第一点呢在这里我们首先呢先描述一下HDFS 那我们通过之前的学习呢大家都知道HDFS呢是一个分布式文件存储系统 一般来说呢我们将数据呢先存储到当前我们的HDFS当中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来先用它来表示一下HDFS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用一个矩形呢这个图圆形啊咱们这个小矩形啊来表示当前我们这个HDFS HDFS 然后呢在这里呢表示了我们一些数据的存储啊 然后呢接下来呢在这里我们会将啊这个数据呢读取到这个Job当中 通过Job呢来对数据进行一个处理 我们通过Red的读取 然后读取到我们的一个Job当中读进来 然后通过Job当中的一些操作我们会将最终处理的数据呢再写回到HDFS当中 写回到我们的HDFS里面啊 写到我们的HDFS里 那么我们的MapReduce呢会在这里反复的执行这个操作 也就是说这里还会再一次执行当前我们的进行数据读取 然后进来读取完数据之后呢再通过一个Job吧将当前这个数据呢再次进行计算 然后计算完成之后呢我们还会将当前Job中的数据呢再次写回到HDFS当中 那这个整个过程呢会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们呢来用一句话 MapReduce中呢要完成数据的处理 完成数据处理 需要写多个MR程序 并且啊 扎着眼 需要反复的读取 实盘中的文件 那么上面这个图呢就是我们当前一个MR的一个执行流程 也就是说从HDFS中呢读数据到我们的Job当中 通过Job处理完成之后呢将数据再写回到HDFS 如果我们需要再处理数据的话 那就得再从HDFS中读取 通过Job的处理呢再写回到HDFS 那么上面这段啊其实就是咱们一直之前有大家接触过的MapReduce流程 就是咱们说的MapReduce啊 那除了上面这个MapReduce之外呢 这里我们Spark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呢这里也是一样的 第一个呢这里我们来先表示一下当前的这个内存啊 也就是咱们的一个HDFS 然后呢这里我们也是将数据读取到一个Job当中 我们把数据啊读下来 读取到一个Job里面啊 读取到咱们一个Job中 然后呢不同点呢在这一刻位置呢 咱们就出现了 出现什么了呢 这里原因在这啊 咱们读取到Job当中呢 咱们写的时候呢不会写到什么呢 HDFS上 而是呢写到哪里呢 写到我们当前的内存当中 写到我们的内存里啊 那么会写到我们当前的内存当中啊 咱们的内存当中咱们描述一下 然后以后的所有操作同学们啊 咱以后的所有操作呢 都是从内存中再进行一次读取 哎这回咱们就不写到HDFS啊 这个呢是咱们Spark跟这个MapReduce中最大的区别 也就是说我们操作的是一段内存空间 然后再读到一个Job当中 然后再对数据进行一次处理 然后呢还是写在哪里呢 还是写在我们当前的内存里啊 还是写在我们当前内存里 所以呢这里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啊 Spark呢其实跟MR呢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啊 Spark有很多不同 那就是说当前那个Spark Spark中处理任务 是使用多个连续的Job在内存中进行处理 那么我们的Spark处理呢 其实还是比MR中要快的 其实总结起来呢 在这里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 咱可以简单来说一下 比如说在这里啊 我们的Spark把运算中的数据呢 是存在在内存当中的 也就是说会存在当前我们这个内存里啊 同学们咱们会存在这个内存里 然后除了内存当中呢 咱们这样迭代效率更高 而我们的MapReduce呢 每次计算的时候呢 中间都要落地磁盘 你发现我们都是在DFI中读写对吧 那么在这里呢 势必会造成IO操作 此时呢必然会影响当前性能 除此之外呢 咱们在这里 Spark除了在内存中计算之外 Spark有一个高容硕性 之前呢给大家介绍过啊 我们Spark当中呢 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RDD 叫做分布式弹性数据集 那么这个分布式弹性数据当中呢 就有一个容错机制 也就是我们俗称说的血统 那只要我们在某一部分计算的时候 出现了丢失问题 那通过血统任务呢 就可以将原有丢失的问题呢 给大家计算出来 所以呢 咱们这个整个方式呢 用起来比较多 但是像我们上面那种MR 像这种MR 如果我们想处理数据的话 一旦丢失 那不好意思 我就得重新在HDFS再读 再计算 再读这种方式才行啊 才行 所以在这里 这是MapReduce和Spark 当中一个区别 除此之外 在这里 Spark更加通用 Spark提供了 TransformMason和Action 两大功能类的算子的API 除此之外呢 在这里 它还有流失编程 也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实行的 叫做Spark streaming 再讲我们Spark streaming 我们呢 可以通过当年的Spark streaming呢 来进行一些流失计算 除此之外呢 还有图计算 即可fix 还有当前一些其他的方式 包括咱们那个机器学习库 对吧 但是MapReduce呢 在这里 它在Zop中计算的时候呢 只提供了Map端和Reduce端 只提供了Map端和Reduce端 所以呢 在这里MapReduce呢 也相对单一 除此之外啊 我们Spark呢 生态圈和控价圈更加复杂 除了有RDD之外呢 它还提供了什么呢 DAG 有效无关图 Stage的划分等等 那我们的Spark 可以根据不同业务的场景 达到最优的计算效果 但MapReduce这段呢 相对来说呢 就比较简单了 那么对性能的要求呢 也是比较低的 相对弱的 但是运行的相对来说 比较稳定 所以平时呢 如果我们做后台计算的话 可能会选用MapReduce居多 但是如果做实时处理的话 我们肯定要选用下面这种 当前的Spark Spark 那么OK 同学们 那MapReduce和Spark对比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了 感谢观看